或者是启示录或者是任何一卷经文 有一个正确的入手的方法之后 就好像得到一个开门的钥匙了 于是呢就没有我们想象这么困难 当然了没有想象这么困难 不表示不需要努力就明白了 还是需要花点功夫 不过没有我们想象这么困难 那这个就是我今天晚上在这里的存在的目的 就是让大家知道我原来这卷书 我们还是可以读得懂的 好那各位有没有在理圣经 有的话你跟我一样 就打开这卷书 启示录的经文 启示录很难 不过呢有一样东西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你知道吗 假如你是用纸本圣经的话 启示录呢有一样很容易的地方 一样很容易的地方 主要纸本圣经的意思 那就是很容易找我 同意吗 同意啊 因为纸本圣经呢 就是全本圣经最后一卷书了 当然现在你的圣经都在电话了 不管哪一卷 你随便按下去就有了 不过这是启示录最容易的一个地方 那就是启示录其实最容易找到 那到底这卷书 放在圣经里面 这么几千年 到底带给我们什么信息呢 那么我们就要从 晚上这段经文呢 就是要从了解启示录的重要组成开始 一起来思考 好不好 启示录几个重要组成 第一个 启示录是书信 其实这卷书是一封书信 可能你读过的话呢 当然你就会联想到 启示录的第二章 第三章是七段很重要的信息 写给当时七个真实存在的教会 所以那一个段落当然是书信 不过呢 其实启示录整卷书都是一封书信 为什么呢 假如你看看经文 譬如一开始 请你看第一章的第四第五节 那边说什么呢 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 愿那位今在习在以后永在的上帝 和他宝座前的七灵 等等 然后呢 从那位忠诚的见证者 从死人终复活 首先复活的 世上的君王元首 耶稣基督愿能恩惠平安赐给你们 这是一个标准 书信的问安开始 对吗 你去看任何新耶稣信 都是这样的格式开始 对不对 那你看到启示录最后也是一个问安的结束 所以启示录从头到尾 其实是一封很长的教目书信 那么这是启示录的书信 不过为什么我读其他新约圣经的书信 罗马书 加拉泰书 彼得贤书 相对容易读呢 因为启示录除了书信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成分 叫做预言 预言 那假如你读这个启示录第1章的第3节 读这书上预言的是不是啊 和拉又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 所以这里讲到书上里面的预言 不过我焦点在这里 到底什么叫做预言啊 这是中文圣经的翻译 那到底什么叫做预言啊 这个我们就要花点时间来思考了 在圣经里面 预言这个的翻译是中文翻译 所以我们一听到这个中文的词汇 马上会联想到一些在中文的语境之中会联想的 譬如你讲的预言 那当然就是预告之言啊 预言啊 说预言就是将来的事情啊 那在圣经里面有一大群人说预言 这群人叫做什么人 你有印象吗 谁说预言啊 先知说预言 对不对 那一讲先知 这个又是中文的这个翻译 一讲先知 我们马上就会联想到中文语境里面 有一句话叫做未无先知 所以先知 未无先知 说预言 预告之言 挺通顺的吧 所以我们一听到预言这两个字 马上就会想到 预言者就是预告将来的事情啊 不过这是中文联想 到底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那我们就要去探究一下 最容易 最有把握 最不加入天处 最不受理我背景影响的研究的方法 那就是去看看 刚刚我们说先知们 说预言 那到底他们说的是什么 假如我们去了解 先知们所说的预言是什么的时候 那我们对预言这个词汇的认知 其实就共有搞破了 对吗 这个没有受什么血害 什么理论的影响 是回到经文 原知原味去了解和查询吧 好了 那假如我们这样做的话呢 那其实很容易做的 不过我们今晚不能做 因为先知写的作品叫做先知书 对不对 旧约里面先知书有十七卷 今晚假如我们从现在开始 还没读完时间就到了 所以我们不能在这里读了 如果各位可以回去 你有兴趣 了看式的速读一试 十七卷先知书 我常有懂 不管常有懂 大概我们都会得到一个这样子的观察 这个观察是圣经学者做了很多研究之后的观察 那就是预言是指预告之言 其实旧约先知书的预言信心里面 教导真理比预告将来的成分或者比重要多得多 用篇幅来算的话 篇幅也长得多 什么意思呢 在先知书里面 十七卷先知书里 预告将来 以赛亚要来的 这个是预言的 预告将来的成分 其实比例少于2% 然后呢 预告新约时代 旧约时代 预告新约时代 少于5% 然后关于未来事件的预言 少于1% 用篇幅的讲度来讲 那是什么意思呢 譬如预告以赛亚预言 将来以赛亚出生于摩迪奥 他是尼玛雷利的神 等等 这一类 少于2% 篇幅 预告新约教会 譬如约尔书说 那个时代的人 末世来的时候 老年人要做一项 少年人要看一梦 等等 这一类的 少于5% 然后预告未来的事件 譬如耶利米先知 预告将来 那个耶路撒冷会伦县 这种预告未来的事情 少于1% 合起来 不管我们用什么语言的圣经 去算篇幅 这一类真正预告将来的 那个篇幅 有少于10% 换句话说 先知说预言 所留下来的记录 就是七者先知书 超过90%的内容 是教导真理 教导当时代的人 怎么样过一个和神心意的上海 所以希望大家经过这个简单的分析 就重新定义和了解 什么叫做预言 先知说预言是什么意思呢 不要受预言这个中文词会翻译的联想 预言其实也可以翻成从上头来的言语 那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应该重建这个观念 预言者不是全部讲将来 其实讲将来的成分蛮低了 更重要的是 教导当时的百姓 要过一个和神心意的生活 这个是先知说的预言 那假如把这个观念重新定义 我们今天讲预言这两字的话 那启示录说 念这书上预言的 那你就千万不要把启示录的内容 把它看到 哇都是讲将来的 其实启示录更多是讲现在 当时的现在 约翰时代的现在 当代的重要信仰的挑战 假如我们有了这个观念 启示录第二个成分 预言 再整理一下 预言 教导真理占绝大部分天赋 而预告将来不同的内容 是非常少的片子 所以千万不要用 被这两个中文翻译词汇 引导我们误导 进入一个错误的联想 启示录 所以复习一下 启示录是书信 启示录是预言 预言我们知道是什么 启示录是启示 什么叫启示呢 启示录一开始就讲 耶稣基督的启示 一章一节 整卷书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 那什么叫做启示呢 这里有两个层面的含义 第一个层面 启示的词 这就是这个词汇的意思 就是使不容易明白的变得明白 不容易明白变得明白 这个叫做启示 什么东西不容易明白呢 是属上帝的那个领域的奥秘 这个是人很难明白的 不过启示录呢 要让这些很难明白的东西 变得更明白 所以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启示 这个字的原始的意思 就是让我们明白 不过我们马上就被反映了 真的吗 那怎么我们越读越不明白呢 那就是启示这个字的第二个来历 这个第二个层面的来历 启示也是一种写作的文体 启示录是一种特别的文体 这个文体叫做什么 它叫做启示文学的文体 我相信大家知道 对任何作品 不只是圣经 任何人间文字的沟通 它的文体 绝对跟解释有关 对不对 是吧 下面我来读一段东西 请你告诉我 大概这样的作品是什么问题 好吗 预备好了没有 我来随便读一读 在一个大黑森林里面 兔哥哥跟乌龟弟弟说 老鹰姐姐生病了 我们赶快去找儿妈妈去看她 请问 这种是什么问题 训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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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体材 训细 乌龟姐姐 什么老鹰 妹妹病 找儿妈妈去看她 这个不是童话故事吗 是啊 那请问 当你读到童话故事 这个文体的时候 你会不会 问一个问题 奇怪的做起神经病 这个兔怎么会跟龟龟角 它们怎么沟通呢 那你就会 产生很多解释上的问题 你会这样想吗 那你不会这样想 为什么你不会这样想 因为这个文体 是允许你这样子想象的 所以文体跟解释 是绝对不关系 不过 你假如用刚刚的段落 写学术文章 投到Nature杂志去 请问编辑会收你这篇文章吗 找丢到垃圾桶了 对不对 他说你这投稿人士神经病 是不是啊 你发表的东西 怎么 这肯定不是科学研究的报告 这是一个童话故事 所以你不能够用科学研究的角度 或者解释的标准 来解释童话故事 对吧 所以文体跟解释 绝对相关啊 明白了吗 那么这个的原则 应用在圣经也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 启示文学的文体 有这种文体的特色 那我们要掌握那个特色 就好像童话故事的特色 就是充这个无限制的想象力 对不对 所以兔子跟乌龟讲话 绝对没问题 不管是讲台语 讲国语 讲英文 总之 他们可以沟通 对不对 那儿妈妈会医病也没问题 你不要去问 为什么儿妈妈会看病 读过中国医药学院毕业 一丝直障 你不用问这些 stupid问题 因为那是童话故事文体啊 文体啊 那假如你有这个观念 解释启示录呢 就必须要了解 它这个文体是什么 了解吗 我很不幸 启示录这种叫做启示文学的文体呢 在我们华人的写作里面啊 是几乎是没有了 几乎是没有 所以我们对这种文体很陌生了 很陌生 于是我们就会用一些 我们觉得的方法 去解释一个陌生的文体 因为我们很少用这样的方式表达 我等一下会举例 但是呢先解释一下 为什么叫启示的意思 这是一种文体 好了 了解了这个时候 就要再探讨一下 启示录写作的目的是什么 文体的部分等一下 我会再回来讲 不过我们先了解一下 这句书写作为了什么写 是要让我们不明白 是要让我们明白 那就要看一看刚刚的经文 一章三节 读一次啊 念这书上 那些念这尊所 其中所记载的 都是有福的 我希望大家到现在为止 已经明白什么叫预言 可以吗 调整一下 这句话 一句几乎完全一样的话 同时出现在 这是第一章啊 同时出现在最后一章 就是二十二章一七一节 上面讲 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 有福了 前面有福了 后面有福了 你知道吗 绝本启示录有七次提到有福了 这个主题 七次 而两次是完全一样的主题 什么主题呢 念这卷书又遵守的有福了 所以这卷书是要让人家读了之后去遵守的 而且遵守就蒙福了 对不对 好 请问各位 你有没有在你的人生里面读过某一种作品 不一定是圣经 圣经以外的作品 写给你的目的 是让你读了之后 要去按照上面的方法遵守的 你有没有读过这种作品 有吗 举例 食谱 食谱 太棒了 食谱就是其中一种 写下来就是要你去做我做饭了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什么 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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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我那个年代说明书都印出来了 现在的说明书都没印了 给我扣一扫 对吧 总之那种作品就是要你明白的 对吧 还有呢 法律 对 譬如交通规则 教你怎么开车 告诉你什么时候要停车 什么时候左转 什么时候右转 对不对 这一类的作品 写呢 要希望读的人 不是为了研究文学 是写给你读了之后 你就按着做 要遵守 对不对 好 以上的都是 应该还有其他的 这样够不够 请问以上所讲的这些交通规则 食谱 或者是说明书 这些目的是要让人读了去遵守的作品 会用简单的语言还是深奥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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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语言啊 简单的语言 对不对 为什么要用简单的语言 那你懂了才能遵守嘛 你有读过交通规则用文言文写的吗 有没有啊 没有啊 他必须要用很浅显的语言 不然用蓝的字 用最简单的字 因为阅读者 你的目的是让他读明白之后 按着做 他这个不是一个让你研究文学的作品 是不是 食谱也是嘛 对不对 你没读过文言文写的食谱 你没有读过说明书 英文的说明书 就是用这个这个这个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方式来写的 没有啊 都是最浅显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必须要让你明白之后遵守 不然就失去意义了 对不对 了解吗 同意吗 同意吗 那启示录呢 启示录就是要你们遵守 要我们遵守 而且蒙福 请问 你不要用你阅读的经验来讲 你要这个逻辑去推 启示录是不是应该很理懂 有一点怀疑的点头 哈哈哈哈 因为我们有实际经验 跟这个点头有点距离 或者很大的距离嘛 不过你要这样想 对当时的读者 这样就安心一点 对第一世纪的当代读者而言 请问他们是不是应该读得懂 而且可以去遵守 是吗 理论上对吗 逻辑上对吗 对啊 那那些马上 我们又不是当代读者 那我们怎么去 读明白去遵守 然后蒙福呢 这个就是今天晚上我要来的目的 不过我还没讲如何之前 我要先让大家先要记住 一个很重要 读懂启示录要把这个心态转变 什么转变呢 那就是这卷书的写作的目的 是要我们不明白去遵守 而且蒙福的 你必须要把你的心态转变成这样 而不是觉得启示录 哦哦哦哦哦 那是牧师读的 我跟我不管 千万你不要这样 因为读明白去遵守 是蒙福的书卷 你假如跟着去做就蒙福 这是上帝的应许 当然要读明白嘛 那我来的目的是帮助大家去读明白 启示录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难 因为他的写作目的 就是要让读者读明白去做什么 好 第一个调整 好再来呢 我书写的目的是要人家依寻教导 实行真理 因此蒙福 对不对 好再来 那么 为什么不能这么容易读呢 有一个原因 就是刚刚我们提议 《启示录》这个写作的文体 这个文体是启示文学文体 启示文学文体有很多特色 就好像刚刚我随便讲一个例子 童话故事文体就充满想象 毫无边界 这是它的文体特色 而《启示录》 那么響示文学的文体 也有很多特色 我也不能一乱来讲 尽管重点不在那里 重点有一个 那就是 这个文体充满象征 象征 什么叫做象征呢 象征呢 象征就是用图像 或者是一连串的 或者是獨立的圖像來傳遞意義 這個叫做象徵 那你說吳牧師你有什麼根據嗎 這根據很強烈 其實回到啟示錄的經文的真 那就是第1章第1節 那你說什麼呢 啟示錄第1章的前面3節 是讀通啟示錄的很關鍵的要食 所以我讀給各位聽 假如你有聖經一起看好不好 或者你要一起讀也可以 歡迎你一起加入 我們來讀一讀啟示錄第1章1到3節 耶穌基督的啟示就是上帝賜給他 要他將必須快要發生的事 使是他的中毒人 可能我們的版本有一點不同 沒關係 意思是一樣 我這個是和和本的修訂 各位手上可能是和和本 沒關係意思差不多了 然後下面說 他猜遣使者指名給他的徒人約翰 那你的經文假如是舊版啟示 這個和和本就是 他小遇他的徒人約翰 對不對 你的經文是不是小遇啊 我就這樣是小遇對不對 就管是這樣 然後呢 約翰就加上帝的道 和耶穌基督的見證 凡自己所看見的 都見證不出來 然後就下面就是剛剛我們看的那一節了 凡讀書上預言的 那些聽見遵守其中所記載的 都是有福的等等等等 對不對 好 這裡請您注意 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 資訊傳遞路信 其實都在經文裡面 從口第一節 耶穌基督的啟示 這是整卷書的內容 重要的在想 就是上帝賜給他 他 請問這個他 是誰 他就是 上面講的耶穌基督 對不對 好 那你先給你老海裡有一幅圖 好不好 上帝賜給耶穌基督 要他 耶穌基督 將必要快來的是 只是他的眾徒人 其實就是眾使者 天使 天使 所以上帝告訴耶穌基督 於是要耶穌基督指示他的眾徒人 天使 於是 耶穌基督就拆遣他的仆人 約翰 約翰來了 現在約翰出現了 然後約翰呢 要約翰將上帝的道回耶穌基督的見證 凡自己所看見的 見證出來 這裡有一個傳遞線 傳遞線是這樣 上帝把訊息告訴耶穌 耶穌要他的仆人的死者 就是天使 天使就告訴小玉約翰 約翰就告訴眾信徒 就是眾教會 所以約翰就寫了啟示錄了 約翰寫請示錄的是怎麼寫呢 天使小玉他的 是不是 那現在開始 本來我這條直線分成兩個段落 什麼段落 第一 請問上帝在哪 假如把他看成空間的話 天還是地 地就是人間 在天上還是在人間 天上 上帝告訴耶穌 耶穌現在在天上 對不對 天上的耶穌告訴誰 天使 天使小玉約翰 約翰在哪 地上 然後約翰呢 把他看見的寫出來 告訴眾教會 眾教會在哪 地上 這裡有兩個層面的傳遞 這訊息是從上帝來的 在天上傳給耶穌 耶穌 耶穌傳給天使 之後呢 天使傳給地上的約翰 約翰寫下來 傳給地上的教會 天上傳天上 你我不必費心 你不要問 有上帝怎麼傳給耶穌 你不必費心 他們有他們傳地的辦法 耶穌怎麼傳給天使 你也不用問 這個不屬於我們的範圍 約翰寫給眾教會 這個你也不要問 你就是啟示羅馬 你手上不用 關鍵在這裡 天使怎麼傳給約翰 這個是有一個interface 這裡有個界面 天跟地有個界面 那約翰怎麼領受到天上來的訊息呢 這是關鍵 等我們明白 讓我們就能夠突破 這個原始信息 就是上帝來的信息 和最終的收信成的眾教會 但是這個中間這個interface 必須要搞清楚 而天使傳給約翰 是用小玉約翰 小玉這個字 中文翻成小玉 是有含義的 因為這裡面 從上到下的含義 包括在裡面 對不對 小玉都是從上到下 叫小玉 爸爸小玉兒子可以嗎 兒子可不可以小玉爸爸 讀校 校長可以小玉學生嗎 學生可不可以小玉校長啊 不對啊方向不對啊 小玉這個字本身就是上最下 這是中文翻譯 其實原來這個詞的意思 沒有上對下的含義 這個詞彙的意思 我本來想花一點時間去講 但是我想重點不在這裡 你就相信我吧 相信我 結論小玉的原來的含義 叫做 藉著象徵符號來傳遞意義 這個字 這個原來的作文 這個希臘文的字 這個 《啟示惡》是用希臘文寫的 希臘文這個字呢 是用象徵符號來傳遞意義的意思 這個字 這個字也出現在《淡禮禮書》 我們跳一跳 《淡禮禮書》第二章 《淡禮禮書》第二章是什麼呢 《淡禮禮書》第二章呢 就是這個字 這個是希臘文 你假如不認識他沒關係 因為他也大概不認識你 沒關係 那這個字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字 假如你了解英文有一個字 叫做Sign 招牌 或者是標記 這個字的字緣 意思就是 小玉是什麼意思呢 小玉就是藉著一個Sign 來讓你明白 希臘文 希臘文叫Sign 那這個字呢 雖然我們不一定了解希臘文 但是我們了解這個字出現的上下文 就是《淡禮禮書》第二章 《淡禮禮禮》第二章 我們在裡面有時間講 講《淡禮禮》處在一個很危險的狀況 那就是他的國王 迪布甲伊撒國王 做了一個夢 之後他要接解夢家來幫他解夢 然後解夢家說 請國王把你的夢告訴我們 我們就幫你解 國王說我有做夢 不過夢什麼我忘記了 你有這個經驗嗎 你記得你做夢 但你忘了做夢的內容 那這個解夢家說 你不把內容告訴我們 我們怎麼解呢 國王說 不解也要解 不解不出來就殺掉你 很危險喔 但你也在當中 但你也在當中 但你也就向上帝禱告 他說上帝 請你把這個奧秘的事 向我顯明 或者就是這個字 Semaino 你讓我知道 於是上帝給他做了一個夢 夢見一個金的頭 銀的胸 等等的一個大的雕像 然後有一塊石頭從天上打下來 把這個雕像打碎 喔 於是但以利呢 藉著這個夢境 就明白了國王的夢 於是就發展了 但以利書的所有其他的紀錄 那我的焦點不在於 但以利書所有的紀錄 是在於這個夢 請問 但以利怎麼知道 這個奧秘的事 上帝不是用腦波告訴他 上帝也不是寫一個Email給他 上帝是給他看見一個圖 所以怎麼溝通的呢 是藉著圖像的溝通 那這個的動作 這個動作 就是這個自然意 喔 他講的是這樣 那我們明白了 我們明白了 這個 這個 都我們跳掉了 這個 細節我就不來了 好 這些我想應該跳掉了 好 總之呢 小玉這個字 就是藉著象徵符號來的存定 好 好 那麼 現在呢 我們還用符號溝通的意義嗎 用不用 用 用嗎 用 還用嗎 這些古老十八代的東西 我們還用嗎 用 這個符號比你還看過嗎 讀畫學的人都知道 我國際前學的畫筆人 你假如看到這個呢 那表示這個什麼畫學要比呢 可然性 對吧 假如這有符號嗎 符蝕性 符蝕性 看到嗎 這個時候夢到這個 剩下三次半 不是強酸就強解了 對不對 這個呢 這個 這個 劇毒 千萬不要碰 這個呢 這裡三口 誰都知道 這個循環在用的 我們是不是用符號找第一 還用嗎 還用 我們用這個符號 你們也用 全世界都用 紅是什麼意思啊 紅燈 停 綠燈呢 可以走 走嘛 黃燈呢 走 走 黃燈有兩個 一個是慢 一個是衝 不管怎麼樣 總之 當紅燈亮的時候 它有沒有告訴你停 有沒有 那你為什麼停 因為你看過紅燈 這個 我們不是用符號傳第一嗎 是啊 再看 這是什麼 都可以 走 走 這個字 有多短嗎 但是你看到這個符號的時候有沒有字啊 沒有 你只看到這個嘛 但你就明白了 所以我們現在也用符號傳第一 是不是 不過 我們現在來寫一段同話故事 預言故事 現在假設有一句 從石器時代的人 來到台中市吧 世界上還有這樣 在辛吉利亞 還有一些人 住在那個石器時代的時代 他們頭上有羽毛 手上拿著長毛 你就不要問我 他們怎麼來 預言故事沒有道理 他們來來到台中市 一看到這個符號 從外面看過 在他的文化裡面 沒這個東西 來看 嗚嗚嗚嗚 於是呢 本來說不可左轉 他們就全部人就轉轉進去了 哇 剛好警察就在那邊等 嗶嗶嗶 停下來 你也不要問我 警察跟他講什麼話啊 都需要問啊 你們算歸了嗎 他說沒有換歸啊 你沒看到這個牌子 有嗎 我是看到這個牌子會轉進來的啊 明明叫你不可左轉 你怎麼轉 媽你我看到這個牌子是叫我轉啊 為什麼叫你轉 你看到紅色嗎 有啊 紅色代表血啊 你看到箭頭嗎 有啊 箭頭代表射箭啊 那意思就是 轉到這邊呢 就有血血代表獵物啊 那我們就進來打獵了 你不是要我進來的嗎 你是警察 這是有點說不清人的 於是就把他們全部抓過來 來到法官面前 你現在變法官了 你怎麼看這個啊 到底這群人錯還是對啊 他們說可以左轉 你們叫我左進轉進來 你覺得這群人是對的舉手 所以都是很有愛心的人 都看幾眼啊 你覺得這群人錯的舉手 這是很公正的人啊 有人啊 有公義啊 到底對還是錯啊 我告訴你 錯 他們轉錯 為什麼轉錯 重要的關鍵 因為任何符號的意義 不是讀者決定的 是作者決定的 我怎麼定義這個符號 是我 還有使用這個符號的群體 對不對 那請問這個符號誰做的 誰訂的 交通部 交通橘樓 那使用者是誰啊 這個符號在台中市 台中市民使用的 當然到台北還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符號的意義是 作者和當代使用者使用的 那現在考了一群話外知名 他們看到這個符號他不認識了 於是他就用他自己的理想法去解釋這個符號 不管你解釋多有道理啊 只要跟符號原作者和原使用者不同了 你的解釋是錯的 對嗎 不然這個符號就失去意義了 是不是 對不對 同意嗎 同意啊 同意啊 OK 不過 現在啊 啟示物就充滿了這種符號 而你我呢 看到裡面的符號 我等一下就舉個例子給你看 我們呢 我們呢 就用我們的想法 去解釋起釋路的符號 讓我們就變成那一群 頭上有羽毛 手上拿長毛的原住民 然後看到一個符號 我們不認識的 就用我的方法去解釋 難怪我們解釋起釋路常常出錯啊 因為我們用錯了一個解釋的系統 這樣了解嗎 這個叫做interpretation system 這個系統一錯 哇 那就一樣樣不錯了 所以我們必須要回到約翰 約翰的讀者 就是使用者 他們的系統 我們才能夠了解他們的意思啊 不然呢 我們真像這群 十七時代的讀者 來讀起釋路一樣 好 假如你能了解的話 那也許你馬上就會問一個問題 我看起釋路 從來沒看過什麼符號 都是文字的 那請問文字可不可以變成符號的 可以嗎 我舉個例子 下面就給你舉個例子 這裡有讀中文系的嗎 有沒有 沒有啊 沒有我總比較安心 《詩經》 咱們中國古文學的 《詩經》 《衛豐》有一首詩 不知道你讀過沒有 《碩蜀詩》 你去查詩經 《碩蜀詩》 《不 我畏須》 《故事將去伏》 《ytеч》 《至比樂圖》 《樂圖》 《樂圖》 《至比樂圖》 《肯物園詩》 就很多年 惯就是侍奉 下面有注释 乳 乳 乳就是乳 乳就是泥 我侍奉你多年 莫我肯顾 你都不肯照顾 士将去乳 发誓要离开你了 去 离开你 士比乐土 士就是要去 我现在搬家搬到一片乐土去 乐土 乐土有人等我说 哎呀 那片乐土才是我要去的地方 读的 我先来一次不太多 今天脆给你白话文 白话文 白话文的关系 好 塑属 士就是这个意思 大老鼠要大老鼠 不要侍奉重人 莫连其余 士奉你竟然不肯照顾 发誓要离开你 到那个幸福快乐地 那一块乐土才是安居的好家园 这就是塑属 士经 那我问各位有问题 诗经时代的老鼠 比较有文化 他们看得懂诗 所以诗人写一篇诗给那个大老鼠 叫他来不要吃我的道女 是不是 当然不是 那为什么写大老鼠是 这不只一节 其实还有两节 刚多年一节 叫大老鼠你不要再来吃我的东西 我已经这么多年照顾你 你还是不要照顾我 我走了 我走了 我要移民了 就是这个意思了 第三节也差不多了 百花贵了 你可以了解 多年照顾你 你都不照顾我 我走了啦 拜拜了 这个塑属师 怎么搞得以前的大老鼠懂得中文 还是文言文 当然不是 现在研究诗经的学者 大致都同意 这个大老鼠不是真的老鼠 是当年的贪官屋地 搜刮名指名高 老百姓每年都进贡 每年都进贡 但是进贡来进贡去 这么多年 他还是在搜刮 都不照顾我们人民一下 算了 移民了 出国了 就这样子 那请问 为什么大老鼠来讲 这个贪官屋地 那为什么不把他名字写上去啊 张三里师王武 陈马子 李矮瓜 东瓜 总有名字嘛 怎么不能写名字啊 当然不能写啊 贪官屋地就是暴政猛于火嘛 对吧 那当然不能写啊 所以是故意不写的 于是呢 他就用一个东西来象征他 这里用一个什么 老鼠啊 而且吃得胖就是大老鼠啊 目的 目的是 有的时候很多东西要隐晦 不能够明讲的 在那个暴政之下 你怎么可以讲 那个暴政的官吏的名字呢 不是找死吗 所以只好用大老鼠来讽刺他嘛 但是在暴政之下 所有人都明白他在讲什么 对不对 所以这首诗啊 从那个那个远古就一代传一代 一代传一代传 到现在我们还有人在读 原因呢 每一个时代都有大老鼠 所以都有共鸣啊 那这首诗写得真好 到今天有没有当官物理啊 你自己讲了齁 所以这首诗还是适合啊 那么大家就有共鸣了 所以就传到了现在 好 这首诗本身我不是这么 不是我的焦点 我的焦点是 你有感受到文字可以做一个象征符号吗 这个大老鼠是文字 他没有画出一只老鼠 不过 这个 你的脑海里面有没有一只老鼠 有了齁 不过重点不是那只老鼠 因为你不需要去问 这只老鼠是什么 黑的 白的 是甜鼠 是臭水沟的 所谓什么鼠 你不需要去问 因为它 它是个象征而已 但是你要看出它是象征 那你解释 吃惊 你就不要问一些不需要问的问题 你就不要问这大老鼠 吃到几年了 几岁啊 这大老鼠到底长啊 官啊高啊 体重多少 多大啊 什么品种啊 这不是这首诗的焦点 这首诗的焦点是贪官不利 不断的收瓜 搞到老百姓就远走高飞 就是这个意思 是吧 假如你能掌握这首诗 那么开始读起思路呢 你就要懂得 啊 我们的入手方法是这样子 因为这是解释象征的一个方法 好了 那么解释象征的方法 四个层面 今天晚上跟大家更多分享 第一个叫做语言的层面 语言的层面是什么呢 就是你所看到的字 经文嘛 刚刚那首大老鼠歌就是那个诗经的字嘛 经文本身嘛 等一下我们要看一段经文 那个就是第一个层面 我们看到的都是字 经文本身嘛 这个语言的层面 最好 最容易了解 你所看到的起书不是一个电影 不是一个图画 是文字 所以第一个层面 就是接触了第一关语言 第二个层面呢 叫做意象或者图画 更容易明白叫做图画的层面 约翰看到意象 于是把它写下来 不是画了下来 一个图画用文字表达可以吗 可以啊 不过 你看到文字 你可以把它还原成一处图画 应该也可以啊 像刚刚我们那个大老鼠歌 诗篇诗经里面 那你可以把它画成一只老鼠吗 可以啊 你的老鼠跟我的老鼠是一样的 但是那个不重要啊 因为重点不是那只老鼠是什么颗 什么鼠 什么颜色有多大 不是啊 那个类似象征什么的 所以不过呢 这个老鼠就是总是有个形象 第二个层面 第三个层面 参照的层面 就是历史中 这个象征指的是什么人 什么事情 或者什么东西 好像大老鼠歌 因为这个比较容易明白了 那么 这个贪官污吏是谁啊 你能够推察得出来吗 找不到的 因为第一作者故意隐瞒了嘛 除非你现在突然间 发掘到什么 考古资料 大老鼠诗经的注释 有个人看了之后 偷偷写下来 大老鼠啊 就是那个谁谁谁 你除非找到更多的文献 不然你永远找不到 在历史中 这个大老鼠指的是谁 不过其实那不重要 因为历史历代都有这个象征所象征的贪官务力 所以 读大老鼠歌 最重要的是第四个层面 叫做象征的层面 就是到底他要讲什么重要的讯息 而这个象征的层面 在启示录里面 就是要根据经文去寻找 那个象征的意义 这个也不是乱找的 不然我们就好像那个 头上有羽毛 手上把长毛的原住民 看到别人的符号 用自己的方法去解释 我们必须要根据经文 根据经文 就回到那个时代 去看看人家是怎么解释的 好了 那么这个是解释任何一个象征的 四个层面 最重要的是最后一个层面 这样可以吗 那么这个理论太多了吧 用一个实力来讲讲 所以我现在请大家看一段经文 那么这个是典型的象征意义的经文 请各位翻到或者跳到 启示录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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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到第八节 第一到第八节 假如你手上也有圣经就一起读了 你要读也可以 你要安静的听也可以 启示录第十三章 第一到第八节 我读给各位听话 你还读也可以 我又看见一只兽 从海里上来 有十个脚七个头 在十个脚上带着十个冠鸣 七个头上有亵渎的名号 你們的腦海裡面有沒有看到一個怪獸 慢慢成型了 那繼續精通 我所看見的獸形狀像豹 腳像熊的腳 口像獅子的口 哇,鼎鼎鼎 這個怪獸圖很難畫的 這個獸形狀像豹 腳像熊的腳 口像獅子的口 哇,這什麼怪獸?台中動物園有沒有這個?我看沒有 我們能不詐,動物園也沒有 繼續,那條龍龍將自己的能力,作為和大權柄都給了這個獸 我看見獸的七個頭中,有一個似乎受了死傷,那傷卻醫好了 全地的人都很驚訝,就跟從了那個獸,他們就來拜獸,拜那個龍 因為龍把自己的權品給了獸,於是大家又拜那個獸,說誰能比這獸,誰能與他交戰呢? 龍又賜給那個獸,說花大泄瀑話的口服,又賜給他權柄,可以任意行事四十二個月 那獸就開口向上帝說泄瀑話,泄瀑上帝的名和他的帳戶,就是那些住在天上的 他又被允許聖族作戰,並且得聖又賜給他權柄,可以制服 下面,各支派,各民族,各圓,各邦國 你的翻譯有人不懂,意思就是這個意思 凡處在地上的名字都創始以來,沒有記在被殺高羊的生命冊上,都要拜達 吳牧師這種經文誰看得懂啊?可能這個是你的心聲,沒關係 你講的是這個心聲很正常,不過希望你千萬不要絕望 為什麼?你要回到我,早跟你講 這卷書啊,當初的人看得懂還是看懂? 約翰時代的人看得懂還是看得懂? 因為約翰寫的是讓他們懂,懂的時候遵守,遵守之後得福的嘛 那我們獨立一點就可以看得懂 原因是,啟示文學很多象徵 不過我們現在有了,有解釋象徵的幾個方法 好,我們一起努力 等你經過了這個過程,你回頭看 你就會得到今天我講的題目,啟示路沒有我們想像的什麼呢? 好,一起去探險,好不好? 一起去探險 好,也是這樣才是個層面還記得嗎? 第一個是什麼? 語言的層面 就是剛剛我們讀了這個經文嘛 所有的東西一直從這裡入手 這個為什麼要討論得到? 不管你是讀中文、英文、印度文、翻譯 還是讀原文、希臘文都是這個語言的層面 第二個,意象或是圖畫的層面 你的腦海中有沒有一個怪獸? 好,現在給你一張紙喔 你給我畫畫看 你畫的跟你隔壁畫的大概都不太可能一樣 因為你要從文字變成圖畫,這個彈性太大了 你現在看我的尊榮 你用文字描寫一下 回去給你家裡任何一個人 叫他把你的文字畫回我這副尊榮 會一樣嗎? 一樣才怪的 因為我這個圖像變成文字之後 就無法再還原了 你怎麼畫? 你怎麼畫出用文字描述的人? 不可能嗎? 但是怎麼畫其實不重要 不過呢 歷史歷代已經好多人畫這個怪獸圖了 我秀幾章給你看 你不一定要看 你去Google一下 七頭十腳獸 哇,一堆啊 我收集幾個給你看 不過現在我們 那個 這個 agreement 晚上你看你的做噩夢 你不要吵我 好 外宿圖第一章 七頭十比較瘦 就是右邊這個 有點像吧 七個頭十個腳 再來這一章 另外一章 從海底上來 七個頭十個腳 還有冠冕 對不對 再來一章 這個也是 這個比較抽象 從海上上來 七頭十腳 怪獸 那一章 這個非常有名的 木刻 啟示錄插圖 七頭十腳獸 這裡右下角 又乖乖乖 怪獸 再來一章 哇 這個大名符 其實在七頭十腳獸上 再一章 這章 有點抽象 有點像浮山爆發 四頭獸 你繼續看Google 哇,不得了很多 每個人畫來都不同 不過這代表著什麼呢 這是第二個層面 就是這個圖畫的層面 你我的圖畫可能很不同 不要緊 因為解釋啟示度不是上美術課 這是美術課 我們不是要上美術課 我們要繼續追尋下去 那就是第三個層面 第三個層面是什麼意思呢 參照的層面 就是這個怪獸到底是誰 在歷史中 到底是什麼人 什麼事情 什麼東西 人事物 不外之在 那 在啟示錄裡面 有一些象徵 是很容易找到 到底是誰 有一些象徵很難 譬如你 假如回去剛剛第一章講到 那邊有講過七個金燈臺 什麼意思呢 七個金燈臺就是七個教會 那容易了 經文自己告訴你們 哪七個教會呢 就是第二章第三章講的 那七個教會 這個容易了 七個金燈臺還有七星 七星是什麼 教會的使者 天使 教會有天使 那也容易了 這個容易 參照層面 不過獸的參照層面 在這裡就難了 因為他故意不講的嘛 那 就好像大老鼠是誰 很難找喔 因為他故意 不要讓你知道 但是當代的人應該知道喔 好啦 插握一下 我以前在新加坡 神學很教書 那個年代呢 我們經常去一個 比較封閉的地區教書 我就不講地方名字了 給他猜了 我們這個地方啊 管得很嚴 所以我們在地下神學院 不容易啊 所以呢 我們一進去一個神學院 地下神學院 上課 訓練的時候呢 一進去兩個禮拜 進去就兩個禮拜都不出來 那窗簾就會黑色了 厚厚的 大家一起唱詩歌 是這樣唱 七 二 爹 二 爹 爹 嘶 每個聲音透出去 你知道嗎 為什麼 那是不可公開 這種訓練班 有時候 班長會收到一個緊急的短訓 短訓 短訓是這樣子的 最近 颱風很強 火車暗示停開 個人保重 颱風啊 聽起來好得很啊 那講什麼意思啊 你懂嗎 什麼意思啊 但是 講的是這個 颱風很強 意思就是公安管得很嚴了 最近公安管得很嚴 火車不開 下一次的培訓班不能開 個人自行保重 回家去 請問 啟詩 有這個需要 有這個需要 了解嗎 請問 請問 啟詩錄是在什麼時候寫的 約翰在拔摩海島 拔摩海島 是羅馬當時的監獄 約翰在坐牢的時候 寫一封信 要他們帶給七個教會 我知道你沒有坐過牢 不過你可以想像 一個坐牢的人寫一封信寄出來 請問要不要檢查過 當然要檢查過 那你能夠寫出這個怪獸是誰嗎 不可以 就好像我剛給你舉的例子 隱晦是一種保護 但是收到的人懂不懂啊 當然懂啊 因為我們是圈獵人 圈獵人了解 圈外人不依賴他不了解 這就是象徵語言的用途 這樣我們知道了 所以到底這個怪獸 如果是歷史中的是誰 是故意隱晦的 你很難了解 你能推測的 不過呢 歷史歷代還是有人很努力去推測 我舉幾個例子 因為這段經文後面 十三章最後一節 最後一節說什麼呢 十八節 十三章十八節 在此要有事會讓你悟性的人 了解瘦的數目 這是人的數字 數字是什麼呢 六百六十六 原來六六六 這個是怪獸的數字 這個呢 因為有這句經文 於是好多人就覺得六六六是什麼 就有很多推測 第一個推測 因為換了電腦 有一些東西 這個font 改掉了 你就 好險 我沒有除掉這個 應該用這個 不能改 沒關係 這是本來一個希臘文 這個希臘文 這個希臘文 是羅馬人的意思 希臘文都有個字母 每個字母有樹木字的數值的 那幾個希臘文字母的數值加起來 剛好是六百六十六 所以愛任有主教就說 這個六百六十六就是獸 獸就是羅馬人 這個是一種努力的 也有點道理 因為羅馬人欺壓這些 基督徒嘛 欺壓教會 另外一個解釋 這個是尼路王 尼路王的希伯來文的名字 就是那個 那個種種種種的那個 希伯來文每一個字母 也有數值的 那你把尼路王 希伯來文的字母的數值加起來 也是六百六十六 所以有人就說 這裡六百六十六是指尼路王 為什麼是尼路王呢 因為尼路王的確是猛獸 欺壓教會 殘害基督徒 所以是那個猛獸 這樣講也是有道理 就好像大老鼠是貪官污吏 那麼這個污吏 貪官是誰 我不知道 但是還可以推測 歷史上就有很多人做出不一樣的推測 不過焦點不是在歷史上他是誰 因為我們已經無從考察了 就好像大老鼠 這個老鼠象徵誰 無從考察了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進入到第四個層面 第四個層面是什麼 叫做象徵的層面 象徵的層面就是這個怪獸到底象徵什麼 請注意 不是你覺得喔 不是那個頭上插羽毛 手上拿長毛的那個原住民 我們要回到約翰的時代 那就是根據經文 去了解一下到底這裡他要講什麼 好了 所以下面沒有任何理論的 就是回去看經文 你就可以得到下面的觀察 什麼經文呢 你就會發現這裡對獸的描寫 和啟示錄對基督的描寫 有很多非常相似的地方 譬如獸有觀禮 頭上有觀禮 七頭十腳獸 頭上有觀禮 所以他有十個觀禮 基督也有許多觀禮 這個啟示錄上講的 然後呢 基督有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獸也有名 褻瀆的名號 然後呢 基督呢 基督有權柄 獸有沒有權柄呢 獸也有權柄 龍把大權柄給他留掉 基督呢 基督從死裡復活 這個你沒有了 有一個類似的 這裡不是有一個頭獸的致命傷 卻醫好了嗎 這個不是很像嗎 這個致命傷被醫好 很像 死裡復活 這個是相似不是相同的 就好像是一個觀禮 不是許多觀禮 不過相似了 就好像 褻瀆的名和基督的名號不同 不過是相似 我也有名 繼續看下去 基督受人敬拜 受也受人敬拜 然後呢 基督很多人擁戴 來自各民各方各族各國人 基督有名號印在信徒的額頭上 受也有名號印在跟隨者的手上 或者額頭上 後面的經文講 這個不是我創作出來的 這個是你仔細讀聖經都可以看到的 你也不需要有什麼理論神學 你只要好好讀聖經就看得出來 這個重要的觀察就從這裡來 只要你把這些列座 你會不會發現 哇 這個座有好多東西很像基督的 有一樣東西 有很多東西 像另外一樣的東西 我們叫做什麼 模仿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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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仿是什麼意思呢 模仿就是一個真一個假的 那你來看一下 基督是真正的主 這個獸就是666 666後面講的就是敵基督 敵基督是貌貌者 反貌者 所以這個貌牌貨 世界上有沒有貌牌貨 你知道我這個表是正牌還是貌牌 很多 Rolex 十塊錢美金版 你的頭袋一千塊拿給我看看 說不定是假鈔 你知道怎麼分假跟真嗎 一千塊你知道怎麼真這麼假嗎 我也不知道 每一金一百塊很多假鈔 你知道怎麼分假跟真嗎 可能從你手上已經過了很多次 你也不知道 有了 7-11他們會驗 是啊 不過 冒牌是什麼意思呢 冒牌就是模仿那個真 那麼請問為什麼要模仿 因為它有價值嘛 那為什麼敵基督要模仿基督呢 希望跟從了敵基督的人 我們跟從了假或還不知道咧 那你怎麼分辨真假就變成焦點了對不對 怎麼分辨我跟從是敵基督還是真的耶穌基督啊 所以有一個方法 要分辨假的之前 必須要認識真 你怎麼知道你的一千塊是真還是假 那你就必須要知道真的一千塊有什麼特色 經過紫外線會怎麼樣 什麼四十五度看會怎麼樣 什麼特點 那你明白了真的你就知道 這跟真的不一樣就是假 所以在漠視要認識我們所跟隨的 是真的基督還是假的 模仿基督的敵基督 只有一個方法 那就是去認識真人基督 那怎麼認識耶穌基督呢 請耶穌基督坐下來 要訪問他嗎 不行啦 沒有機會啦 那只有讀聖經認識他 那麼這個就是為什麼 一個信仰基督的人 我們必須要認識他 好了 講到是這樣 看看漠視 有很多仿奧 冒牌的教程 譬如 暴力 這個世界很多暴力 但是講暴力的人 他也有聖經認識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耶穌華是戰士 聖經是這樣 不過耶穌華是戰士 這個錯誤的 不全面的認識 因為聖經也講神是和平之君 那你為什麼不講和平之君 因為我要暴力 性放縱 哎呀 性放縱有什麼關係 性是神所創造的美好的 你看看 不過你為什麼不講 神也是聖經的神 床也不可誤會 你為什麼不講這個呢 這個就是 片面來取代全面 這是一種冒牌手法 對不對 物質主義 物質很好 神要我們管你萬我 知道 不過人的罪性 和神的主權 我們要知道 曾分辨 到底我所擁有物質 這個慾念 是對還是錯了 享樂主義 哇 真的是莫斯最需要的 哇 吃喝玩樂翻翻翻 吃喝玩樂不是不好的 不過以此為人生目的 這個就有問題了 你說神吃給人喜樂 什麼都可以 但是你也要想 神也吃給人節制 意思就是說 好多價值觀 是冒用一些聖經的根據 來支持他錯誤的地方 但是 確實騙你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要分辨 怎麼分辨 要認識真正的全面的交道 好 我知道時間已經到了 有沒有超過了 超過了 超過了 最後一個問題 經理填空體 時間 就是 呵呵 我知道你的答案了 時間就金錢了 對不對 不知道明天有沒有寫過一個文章 時間就金錢了 我從小學 我不知道作文課 寫了多少次這個作文題目 不過我們很厲害 破題法 常常用一句話 就可以開始寫這個作文 一寸光陰 一寸金 一寸金軟百 寸光陰 所以時間就金錢 於是開始深入題開始 這是我們的華人的價值觀 不過這個價值觀 到底是合於聖經 還是不合於聖經 那就要看 這個有沒有一個假冒的出現 那來看看 聖經講什麼呢 哥羅西書 四章五天 你們愛惜光陰 用智慧與外人交往 這是時間的重要性 因為與外人交往 就是告訴還沒有信耶穌的人 福音的奧秘 這個需要時間的 所以要愛惜光陰 傳福音 第二 以佛所追 愛惜光陰 因為現今的時代邪惡 不要咒服故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 明白主的旨意 要花時間的 所以愛惜光陰 第三個 希伯蘭書 總要趁著還有今日 天天彼此相勸 基督徒聚在一起 要花時間的 做什麼呢 彼此相勸 免得我們中間有人被罪迷惑 然後心裡就剛硬了 所以基督徒要愛惜光陰 為什麼要愛惜光陰呢 我們要花時間有團氣生活 彼此相勸 我知道等一下各位要分組 彼此相勸 這個要花時間 所以我們要愛惜光陰 這是聖經對時間的看法 聖經從來沒有一個地方講 時間就是堅強 不過聖經有很多地方講 時間要左右 那這樣的意思是什麼呢 這樣的意思就是 啟示錄寫給當時的讀者 其實也寫給現在的讀者 告訴他們 獸的敵基督已經來到世界上 而獸有什麼特色呢 經過他的描述 獸就是一個模仿基督的敵基督 模仿基督的敵基督有個利益 就是讓人家誤入歧途 祈福告訴當時的教導 你們要小心 免得上了這一船 你都不知道 那怎麼辦呢 那就是要認識真道啊 那假如我們明白了這個 祈福的教導的話 那就是要我們所有的教委 弟兄姐妹 好好認識真的基督 來分辨假的基督啊 那麼這個基督的含義 可以擴大 要分辨正確的價值觀 和錯誤的價值觀 我剛不是取了一些例子嗎 那祈福祈福是一個 末世給我們很重要的教導的書卷 這個書卷當時的人能明白的 我們經過這樣解釋 也能明白的 希望你有這個結婚 因為這個明白的 是幫助我們明白的時候被遵守 遵守之後就文符了 那麼這個祈福祈福 是祈福寫作的東西 是啊 求主祈福祈福 讓你對啟示文 不要有畏懼感 因為啟示文學是可以看得很大的 不過要有個入門方法 那今晚我就給大家帶入這個方法 然後呢 希望藉著這個方法 繼續去閱讀啟示文 然後解釋啟示文 得到當中的重要的教訓 然後遵守 然後遵守 然後因此 彷復 那麼這就是 祈福寫作的最重要的目標 好了 我們知道我的世界大 請問這是什麼 有艘船在海裡面上行走 對吧 有一個很有名的人 等一下你知道嗎 他說 船在海上是安全的 這個世界很危險的 因為充滿了敵基督 敵基督的思想 錯誤的價值觀 不過也很安全 只要世界不在我們的心 我們就安全 願主帶給大家 你的世界充滿神的話 雖然在危險之中 你還是安全 願神祝福 我們這麼大告 好嗎 謝謝主給我們一個美好的晚上 願主透過你自己的話語 讓我們明白 你有能的旨意 是讓我們實行你的話語 因此而蒙福 願主祝福我們一位在座的 使我們能夠聽了明白 明白遵行 因此而蒙福 讓我們奉耶穌基督的 阿們 謝謝大家的邀請